这是位于北京市北郊的航天城 神州飞船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有人把齐发人比作神州上的驾州人 可他却说自己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中一颗螺丝钉而已 这个细节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 这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情节的人 这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地区 1933年在一个小生意人家 一个男孩姑姑追定 父亲对儿子寄予厚望 特地找了个私塾先生给儿子启明 那人沉吟良久 说就叫发人吧 在词典里发人一词的意思是 拿掉支柱车轮的木头 使车前进 比喻新事物的开始 命运的神奇安排 使这个男孩后来真的和中国航天业的许多第一 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 苏联红军赶走了盘踞东北多年的日本帝国主义 进驻大连 几年之后 七发人即将完成自己的高中学业 报考大学 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使七发人非常愤怒 但他也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美军轰炸丹东 轰轰炸沈阳可就是不来轰炸大连 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一交涉了 他就说误入了 走错了 天气不好 但是从来没有到过大连 那么确实后卧为什么呢 就搞清楚了 因为苏联有空军在那个地方 有强大的地方 他不敢去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 就会被人欺负 七发人报考大学时 第一志愿是航空 第二志愿是航空 第三志愿还是航空 这个选择还至今无回 1957年 七发人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 进入国防部五院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 专门研制火箭导弹的研究院 不久院里通知他将要前往苏联学习 走之前最好把婚姻大事解决了 于是他写信给一个叫江福林的姑娘 问他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新娘 江福林在内蒙纺织厂工作 他是七发人青梅竹马的恋人 在七发人的单身宿舍里 两个人把单人床拼在一起 贴上细字 就算是新房了 这一天是1959年的国庆节 蜜月过后 江福林又回到了内蒙 两个人不得不两地分居 牛郎织女相望 不久 赴苏联学习的列车出发了 七发人却不在其中 这是因为他学的是导弹总体专业 人家不愿意为中国培养一个总设计师 不久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专家也撤走了 那个时候对我们那一代年轻人 刺激太大 第一呢 去学师是想学东西 去学一次不同意 两次不同意 说更得专家去专家撤走了 这种感情啊 这个 是激励了一代人 1960年 七发人重新回到教室 听一门叫导弹概论的课 与他一起听课的许多人 后来在中国航天业 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而讲课的 则是大名鼎鼎的前学生 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从此起步 借助着简单的计算工具 七发人和他的同事们 开始了中国第一枚 仿制导弹的研制工作 经过一亿年多的艰苦努力 导弹装配完成了 这一天 七发人和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员 心情紧张地观看这枚导弹 联火发射 哎呀 那个简直心疼得很 就感觉到好像非常自得 就觉得好像 不应该出现的事情 国家花了这么多钱 洗击鼓干了以后 砰一下就完了 所以感觉的压力非常之大 主管研制工作的领导 没有责怪大家 鼓励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经验 咱们再干 1966年10月 聂荣臻元帅 亲临西北 督导两弹结合的发射任务 导弹加核弹 用导弹运载核弹 在自己的国土上空爆炸 不言而喻 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实验 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 聂荣臻元帅 高兴地请所有参与研制的人员 吃手抓羊肉 欢庆胜利 我第一次 在那吃这么好吃的手抓羊肉 就大吞了 大块羊肉 真是拿手抓着 吃着吃啊 非常香 困难 这个时候还是困难 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送上太空 在此之后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包括七发任在内的18个人 被选中参与卫星联制任务 七发任后来被任命为 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他37岁 那时 那时做天线展开实验是十分危险的 天线一旦折断就会伤人 这段影像资料 就是当时的研制人员 躲在角落里观察的情景 1970年4月 装载着东方红卫星部件的车队 抵达甘肃九泉 发射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4月14日 七发任随钱学孙等人 乘专机飞往北京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在大会堂内 轮到七发任汇报时 他有些拘谨 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打断了他 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 语录就不用念了 认真地听完汇报 总理对七发任说 你们搞总体的人 应该像火狼担子 和赤脚医生那样 多到医线去 到科研单位去 这个教会叫我 动手难忘按这个办 所以在以后 我绝对不会坐在 办公室字面上去办事 一定要到这个 哥哥也知道 会去 1970年4月24日凌晨 东方红一号卫星 在甘肃九泉发射升空 当太空中传来悠扬的东方红的乐曲时 七发任和神州大地的亿万民众 一起仰望星空 侧耳侧耳倾听 如醉如痴 这是他永生难忘的一刻 红色卫星飞太空 宇宇宇宙高各东方红 全国城乡一片湾层 1970年五一之夜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 接见了卫星工程代表团 在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里 我们可以看到 七发任当时激动的神学 此后 他多次担任卫星的总设计师 但有一次他正在现场工作时 意外发生了 突然一个红光 我冲击波尔就给玻璃砸碎了 被碎了以后呢 马上就进了一股烟雾 此时一股股热浪不断涌来 紧邀关头 七发任指挥同事们 把窗户玻璃砸碎先走 自己来断后 还要走一个门 那么确实那个门 他们就过去了 我就过不去了 这时七发任隐约听到有人喊他 有个人喊我 我喊他 七院长 完了以后 就从这个烟雾里 就把我拖出去 这是商员们 乘砖机回北京时拍摄的 七发任的双眼 严重灼伤 几乎失明 肺力也吸入了大量的毒气 治疗很久才康复 1992年 七发任整整六十七岁 这时 他的一儿一女 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 在家陪陪老伴 正在这时 他被任命为飞船总设计师 六十挂帅 他感受到了尖头胆子之重 载人航天 一向被认为是航天科技中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领域的广度和难度非同寻差 在论证的初期阶段 在论证的初期阶段 对于究竟要造一艘什么样的飞船 专家们意见不遇 争论的相当激烈 七发任夹在中间 很不好过 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最终的方案可只有一个 要由他这个总设计师来定夺 重压之下 七发任陷入了沉思 一个由推进舱 返回舱 轨道舱和附加段构成的 三舱一段的飞船形态 最终被确定下来 后来的实验证明 这个方案起点高 设计合理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大大缩短了 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之间的 从1999年到2001年 神舟一号和二号飞船 先后发射升空 七发任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 很少有时间照顾生病的妻子 他心感愧疚 但作为飞船总设计师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几年前 七发任访问俄罗斯 看到这样的一幕 总设计师对航天员说 小伙子 没有把握 我不会送你们上天的 作为中国的飞船总设计师 七发任不仅自问 当我送中国航天员上天时 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吗 最终总有一天 我也面临这个情况 三个人上去的 生命在你手里头 是吧 那么应该说 技术上要搞透 不能有差错 一切未在人 全力保成功 飞船直接关系到航天员的生命 必须万无一失 七发任他们 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 设计出116种故障模式 飞船无论出现什么紧急情况 哪怕是万一的万一 都有解决方案 一次 人们发现飞船的一个插头有问题 这是个别问题 还是批次性问题呢 如果要全部更换 耗费的人力物力太大 但是 为了不给飞船留下一点隐患 他们最终决定 换 全部换掉 2003年10月 神州五号飞船 启程的时刻到了 这是七发任这样的造州人 期盼已久的时刻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之梦 就要实现 参与飞船研制的全体人员 在一个鲜红的条湖上 鲜鸣留念 他将搭乘神州五号飞船 遨游太空 叫火 叫火 感觉非常良好 我们的飞船 我们的飞船非常正常 所谓祖国感到骄傲 后来 杨立伟对七发任说 七总 你们的飞船太好了 七发任说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 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赏 你这句话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赏 你这句话是对我们的最高赞赏